大家对于于和伟的印象大多,停留在一个个经典的电视剧角色,其实于和伟也出演过许多电影,你知道于和伟哪部电影好看吗? 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于和伟最火的十部电影,如《悬崖之上》皆如磐石我不是潘金莲,老炮儿一出好戏我和我的家乡超市空同居等,你看过几部呢? 于和伟十大经典电影排行榜,一悬崖之上中美电影节今天十奖,于和伟电影代表作悬崖之上,讲述了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,执行秘密行动的故事,作为张艺谋指导的首部叠战片,影片营造的动人情感和众主演精湛的演技,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肯定,该影片不仅获得了第十七届中美电影节,今天十奖,第十三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提名为最佳影片奖, 还入围第九十四届澳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,原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代表中国内地深奥,二,《坚如磐石》张艺谋导演首次指导的都市警匪片,于和伟电影代表作盘点中想必少不了这部《坚如磐石》,该电影有别于张艺谋以往电影的影像风格,是张艺谋导演首次指导都市警匪片,由雷佳英、张国立、于和伟、周东宇主演,讲述了一个供职于视觉形势,鉴定中心普通的青年警察苏建明, 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,开始了一趟惊心动魄的侦察之旅,三,《我不是潘金莲经济奖》最佳男配角奖,于和伟电影大权中少不了,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这部作品,影片根据刘振云同名小说改编,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,在十多年的申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故事,本片在当年获得了圣塞巴斯蒂安, 国际电影节金贝可奖最佳影片,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最佳影片,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国际,影评人费比锡奖等多个国内外大奖,而于和伟也凭借片中的表演,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,四老炮儿豆瓣7.5华顶奖最佳影片奖,老炮儿是于和伟最火的电影之一, 该片讲述了当年名震京城,一方的玩主六爷被时代所抛弃,孤身一人跟他的几个老哥们,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,他的儿子小波得罪了人被司扣了为了救出儿子,他与老哥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,是一部亲情兄弟情交织的影片,本片当年获得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影片,华顶奖最佳影片奖等多个奖项,于和伟虽然在片中只演了配角,但依然让人印象深刻, 五一出好戏斗瓣7.1于和伟经典电影一出好戏,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,众人流落在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共同生活,并面对一系列人性问题的预言故事,于和伟在片中饰演张总,他自事顺高流落荒岛之后即便落魄,但心里始终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,他以致取胜是名副其实的精明筹划派,建立了一套严谨成熟的物品交换体系,却在暗中为自己谋取私利, 六我和我的家乡斗瓣7.0金洋花奖,我和我的家乡虽然不是于和伟主演的电影,但是是他参演电影中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,影片通过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,中午大地狱的喜剧故事,脚踏实地地反映了一系列社会名声问题,该片选举小人物小视角,立足乡土情节虽然像个拼盘电影,整体的情绪流露却是流畅的, 他带给观众的类语笑是时代发展的真实折射,余和伟在最后一刻单元扮演江维安一角,七超时空同居斗败6.8余和伟哪部电影好看,超时空同居是买购小编比较喜欢的一部, 该片讲述了来自2018年的失忆女青年谷,小娇与来自1999年的不得知男青年路名,因时空重叠意外住在同一个房间,从而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分有苦有甜的爱情故事,本片上映后获得了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,并且取得了约9亿的优秀票房成绩,余和伟在片中虽然戏份不多但是非常亮眼,八次杀小说家,豆瓣6.5次杀小说家是由陆阳指导, 雷家音杨幂董子剑于何伟,郭金飞领衔主演的奇幻冒险电影,根据《双雪涛》短篇小说集《飞行家》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来,讲述了一名父亲未找到失踪的女儿,接下刺杀小说家的任务,而小说家笔下的奇幻世界,也正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的命运的故事,本片获得了中美电影节年度金天石奖,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讲年度华语影片石家等奖项, 《九宠爱》今天是讲十大电影,《宠爱》由六段温暖的故事组成,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们,在宠物的陪伴和守护中收获爱发现爱,更重新学会爱的故事, 于和伟在片中扮演高明她是社会成功人士,居所豪华生活优渥妻女在国外定居,帮女儿养着一只猫呼噜,每次呼噜通过视频与女儿聊天的时候,也是她的开心时分在女儿回国度假之际,为缓和妇女关系,帮女儿要明星签名,在机场送别时勇敢表达出对女儿的爱, 时幕后玩家,于和伟参演过的电影《幕后玩家》讲述了作用数益,财产的钟小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涂躁意外,在经过一系列的窘境后逢凶化急,地实现了自我救赎的故事, 虽然幕后玩家是一部悬疑片,但隐藏在电影悬疑外衣之下的情感,内核是关于金钱观和爱情观的探讨,对两者孰亲孰众的深思抛开悬疑外衣,这更是一部为情侣夫妻独家定制的电影,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,排行榜数据网络收集整理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